How are you everyone? How are you doing this week? 这周怎么样?今天Happy New Year啊 先跟大家说一声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background啊 这是也就说是一些就说是技术指标吧 截了一个图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啊 这个也是那个 我认为有一些人要是做做短线 或者是不了解那个什么的时候 不了解形态学的时候 可以好好借鉴这件这个图啊 咱们现在回来咱们的保留题目 保留题目先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今天是周五啊 周五西部时间也是刚闭盘 我上来做一个video 今天大家可以看出来绿的就是 基本上是全绿 而且是很绿很绿的啊 这是超过3%的绿才是这种啊 闪闪发绿 闪闪发绿 那我们今天上来也是简单的啊 做了一下 回顾一下咱们的那个 这一周的走势啊 回顾一下这一周的走势啊 今天新年新气象啊 我把我的这个chart 改成我最喜欢的这个dark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今天是周五 大家看啊 这一根阳线啊 有一点这个空翻多的味道啊 我记得上一节节目说了四个字啊 一锤定音 什么叫一锤定音呢 就是有点这个味道 就叫一锤定音 之后的上涨呢 还将继续啊 有时间在盘委呢 我还会 给出我的一些对短线的观点啊 这是礼拜 礼拜五 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是 happy new year 歇了一天 礼拜一啊 嗯 这周呢 其实旁面呢 比较的精彩 精彩的那个味道 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他那个周一的时候啊 周一的时候 其实那个川普呢 发推说了一下这个tree war 这回推说tree war呢 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 就说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他不是就说是 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这是有史以来 川普最积极最乐观的一次推文啊 就说是 我只看他的推文 不看评论啊 他直接发的推 我看了 就说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性质啊 那天的美股呢 就说是应声呢 就说高开了 高开之后呢 我说 非常好 是什么呢 就说高开之后呢 随即呢 他就是回答啊 如果这要是有几天 哎呦 这个小时线看的不是太清楚了 高开之后呢 我就说是什么意思呢 礼拜一先走了一个高开回落 啊 高开的回落 高开之后呢 然后再回落 嗯 礼拜三呢 等于礼拜二歇了一天 这是礼拜一啊 高开回落 尾盘五分钟啊 仅仅的很少的五分钟 就一下控制了所有的盘面 其实那张图 其实那张图五分钟K线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始终想找 但是在我这上 好像 他这个时间 我还是看的不太准确啊 这是几天啊 高开回落啊 好像是这一天 对 这是周一这一天 高开 然后回落 补了一下缺口 然后尾盘五分钟啊 你看 头一个五分钟和最后一个五分钟啊 把这个筹码狠狠的锁定在这个范围上 很窄的一个振幅 然后礼拜二是Happy New Year歇了以前 礼拜三呢 其实有一利空 礼拜三呢 所有的外围股市呢 就开始跌 然后呢 美股呢 也是低开 然后往上走啊 走得很漂亮啊 低开收高 礼拜一和礼拜二和礼拜三 这是两个交易日的表现 礼拜四呢 大家知道 是我们久违的Apple Apple就是开始啊 不行了 Apple就带动了 大家杀 礼拜五呢 看现在已经翻多的啊 如果看K线 翻多了 这里有一个什么特色呢 我就说是啊 就是礼拜一啊 有利 有利好 但是要是按照 以往的美国股市的表现 他可能就说涨的就会很大 但是这回很冷静 礼拜三呢 有利空 哎 也很冷静 这就是验证了我之前说 慢慢的在2019年开始 乃至第一季度的时候 外围的因素 对美国的干扰 其实是会变得越来越弱化啊 这是验证了我啊 然后礼拜四呢 Apple说 Apple他说不行 他说 他的中国的预测啊 产量开始下降了 这也就是我在始终在说 现在科技股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轻荒不接的风险 就说 如果你Apple做的你的手机 都没有我们天朝的山寨机好 那你凭什么卖那么贵的价格 为什么会占有那么大的市场氛围 所以这是不现实的啊 所以他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 希望他们能改进啊 把他们的功力 不要放在割韭菜上 就像我前期说的 要放在他们自身创造力 他们的产品上面啊 这是礼拜四 礼拜五呢 今天就不用说了 其实相关的也有一定的利好 就是美联储啊 有两个人说啊 一个是那个Paul 说Paul说一下 就说是我们可能对以后呢 要patient一点 就说有点耐心 另外的一个人说呢 说如果不通胀呢 就没有hacking 就不会升息啊 就是回顾了一下这一周的排名 然后今天我想sharing大家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说是2019年你不能不知道的在美国市场空头手中的三大王牌 也就说是现在在美国主流大媒和美国财经大咖眼中的2019年美国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啊 这不是我总结的都是财经大咖眼中的财经大咖眼中的一代替 因为呢会涉及到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就说他们的名字了啊 光说结论啊 第一第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盈利增长会放缓 收益增长会放缓 这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说是他再强调一点 就说是公司的盈利或者是收益 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华尔街呢 分析了这个19年 可能会少于18年的盈利 公司的盈利呢 在18年呢 它的上升呢 是在23% 他们把这个功劳呢 归功于年初的税改和一些政策 但是19年这个税改 是不是会持续呢 或者它的盈利会不会超过23%呢 收益增长率啊 会不会超过23%呢 这有一个不确定性啊 这是他们说一点不好 第二点说 说这个dollar 这个就是美元开始升值 在2018年升值加息四次 2019年两次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呢 会击就会刺破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 就说是美元啊 dollar如果涨的值太高了 会导致他们海外产品价格呢 显现出比较昂贵的这个特点 这样呢可能会打击他们国际销量 这个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然后这个大咖是个女的啊 这个大咖说 他说他自己的预测啊 在2019年 这个收益 应该平均收益 是在7% 但是呢 华尔街 Wallstreet呢 他们主流媒体呢 是2019年的这个收益啊 增长啊 预期应该是在10% 显然这个大咖呢 就调低了华尔街10%的收益 他就认为只有7啊 这是 然后呢 他还说了一下 IS&P500 他说IS&P500呢 他预计啊 收益率2019年 其实就PE了 应该是在14.5倍 然后低于平均水平 大家好了啊 这有几个数据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平均数据是多少呢 是16倍的PE啊 这也就是说 2018年 普遍的这些公司呢 都受到了一个重创 然后他说啊 还有一个观点 其实最好的一个板块呢 就是那个卫生保健 叫Hire Care 他增长了5% 然后最不好的板块呢 就是Energy是能源 他下跌了15% 8.5% 这两个数值也是低过啊 低于平均数值 这是第一点啊 一个大咖说 他说收益率 收益增长率可能会放缓 然后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利空是全国经济 全世界 Global经济都会趋于缓 就说是大多数的这些财经专家呢 就说是 其实不是预测啊 即将要来一次这种大危机啊 或者是大萧条 绝大多数的专家 其实不是那么堪 但是为什么在近期的这个美国股市出现那么狠的这个下跌呢 这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位大咖说了啊 这位大咖说 美国的经济呢 其实现在处于呢 历史上第二次扩张期 扩张啊 扩张期 也是历史上第二次最长时间的扩张期 大家听好了啊 这是它的扩张期 它可以通过呢 这个税务改革和这个失业率很低 来激发这件事情 持续进行 所以呢 它的年增长率呢 年增长率啊 第二季度是4.2% 第三季度呢 是3.4%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数据啊 第三季度呢 比第二季度呢 要低了几个百分点 所以呢 美联储呢 就有可能去相信呢 就说是他们愿意去相信呢 如果这种经济扩张继续持续下去的时候 在2019年 美联储给出的这个年增长率呢 是2.3%啊 大家听一下啊 是2.3% 这是很重要的数据啊 这样呢 经济的放缓呢 会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呢 包括那个全美的经济呢 产生那种恐慌 拖累呢 股指 会对投资者呢 对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呢 产生这种担心 所以呢 如果他这个利率升的太快 美联储这个利率升的太快 他会制造一次人为的这个经济萧条 美联储他制造一次人为的经济萧条 其实呢 现在的问题呢 这位大咖也说了 其实现在的问题呢 并不是说是通胀的问题 现在在美国 他认为 其实也不存在于通胀 只是 这个中央银行啊 是不是有能力 或者是愿意放缓 他的这个利率 增幅问题 如果他不是太注意这些事情 宏观的数据 比如 比较弱的通胀率 现在是 然后呢 这个失业率呢 也比较低 经济呢 还算OK 如果在这些 就说事实面前 他们视而不见的话 这样会影响啊 会影响 这个美联储的判断 他会自己制造一次 人为的危机 disaster啊 然后第三个空头 也是第三大空头 也是一位大咖啊 他说的第三大牌是什么呢 就说是 这个全球的政治不稳定性 这个政治不稳定性的 主要第一个牌的第一位的啊 他是说了一下这个 欧 那个欧洲和英国脱欧的问题啊 他说的这个牌的第一位 第二位呢 就说是 这个 他预测了一下的 这个就说是 欧洲 就说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种僵局 什么时候会打破 有可能是在2019年呢 就开始摊牌 他并且他认为现在呢 就说华盛顿呢 和英国呢 现在其实正处在一种 错配资源的那么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会导致一些比如不好的债务啊 或者是这方面的事情 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 并且他也认为呢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呢 嗯 他是不是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呢 继续的发展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呢 继续的发展呢 这样呢 可能会造成什么呢 会造成 这个标普啊 一些世界的评级单位 对美国 整个的这个美元 包括美国投资市场 做出一个那个信用等级下降的评级 这样呢 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然后最后一点他也说了一下 贸易战有一定的影响 和不确定的一些政治决策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空头在2019年手里握着三大王牌 然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看看这个图表 我认为呢 哦 没有时间了 已经啊 基本呢 这一周的走势呢 咱们看一个周线 这一周的走势呢 慢慢的 多头 开始 发力 然后我认为 在不久的将来 一些人 开始会越来越多的意识到 其实经济很好 没有问题 然后市场会走出一种 空头回补 空翻多的格局 好了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拜拜 Everyone 拜拜 好